电台这我觉得也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就是做广播的 这你去电台做什么节目 这是我前两年在美国表演的时候 他采访我的时候 他就问我 说李老师我们现场看你表演了 能不能来我们电台表演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魔术是能看到的 对吧 一个什么样的魔术 是全世界人都能听懂的 那么呢 我就当时想我变一个阿拉伯数字的魔术 每个国家 他的加点法 乘数法 全部都是一样的 对吧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二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没有等于三的地方 所以我在想 我可以变一个关于数字的魔术 我们能不能看看你这个 电台当中的魔术到底是怎么的 可以啊 没问题 好 我们来看看李洋这个电台魔术 好 既然说能听个魔术 那么我想问一下邱老师 这个数学口算怎么样 我这个数学水平在现场界是很高的 因为我是南海大学金融系毕业的 对数学要求很高 现在说中国现场界会微积分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就包括我一个 那真厉害 但是你刚刚问的是 我问你一百以内的加减乘数法怎么样 就这个差点 我呀 我都知道您差一点 我呀给您背了一样东西了 就是这个手机的计算器 因为现在都常用这个 所以我这口算就不熟了 你知道吗 但是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如果您觉得您一百以内的加减乘数法还可以的话 就不用计算器 只需要听就可以 好吧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一到一百之间 任意地想一个数字 我建议呢 不要选一也不要选一百 对吧 就选中间的就可以 电视机前的朋友一样 想好一个数字 如果说您选一个数字 我把它猜出来的话 百分之一的机会 魔术师是可以做到的 对吧 我把它做一个加减乘数 不光是我不知道 就连二位也不知道 对对对 连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都不知道 对吧 这个数字我建议您要不要换一个 不用换 不用换了哈 这样子您用这个数字 先做一个乘法 先乘以二 乘以二 我看您的表情应该是 您的数字应该选的比较大 我能画一个 没事 我们再做一个加法好吧 加法好 我们再加上四 好吧 加上四 可以了吗 按一下等于号 好了 好 加完四了 我们再做一个除法好不好 除法行了 对 也不要太大 我们再除以二 哎呦 我的天 一看您的数字肯定不小 嗯 说完了 算好了吗 完了 对吧 现在所有电视机前朋友 还有您二位的 肯定数字得出来都不一样 对吧 我们有了乘法 有了加法 有了除法 还差一个减法 我们再减去 这样子吧 挑战一下 减去刚刚你们想的那个数字 再减去它 因为这个数字每个人想都不一样 按一下等于号 好了吗 好了 现在出现一个结果对吧 对 我觉得我要增加一下难度 嗯 我还要加上一个我的幸运数字 嗯 嗯 好吧 我的幸运数字是五 好 加了 加好了吗 加好了 好了啊 我看您的表情好像 应该这数字不是很大 对 因为我说加上 我就马上就知道了 对 我要感应一下电视机 那朋友们 刚刚得出来的结果是多少 还有二位的结果 嗯 如果对了的话 一样三秒钟的掌声好不好 嗯 好 不可能对 你们应该的结果是七 好 现在能说想了这数字吗 随便说呀 可以啊 你想了多少啊 二十五 我二十九 不是 最后这个数字怎么都能一样呢 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数学道理在里面 没想到吧 看着魔术给你们来节网课 好 好